中國A股反彈支持港股週二反彈,不過受負面因素,包括國內疫情影響,中國經濟增長和全球供應鏈, 美國國債收益率高期和美元走強,以及納資表現皮原對中資科技股的打擊,預計港股今天再次整股,盤子支持位在21,000點。 港股中淨入週二增至17億港元,其中美團淨入最多,而騰訊和斯摩爾淨股本最多。 另一方面,雖然北水在過去的交易日不斷買入中海人,但受油價波動和A股招股價在10個百元人民幣。 中海油股價近期回落,對經濟需退的憂慮加劇,可能會在短期內阻礙人價和實用股。 如的中海油股價增長近期高為11.84港元,有明顯的阻力。 高股推介方面,廣氣,3月汽車銷量為22.8萬兩,增長30.70%,第一季累積增量,累積消量為60.8萬兩,按年增長22.5%,表現優於同學。 其中,講起Ion電動車營運,3月銷量增至2.03萬兩的新高。 講起目標2022年,全年整體汽車銷量按年增長15%,其中,Ion預期多款電動車,新車上市。 銷量增長將非常強勁,現價預期市益率低於7.5%,建議買入,目標價7.25%,只是價5.9%. 上述海基分析員為證監會持牌人士,提速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從事相關受規股活動,其及或其有聯繫人士並沒有擁有上述有關建議股份,發行人及或新上市申請人之財務權益。 量度數不足 高��